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过去的10个交易日中 澳洲股市是连跌了七八天 昨天由于澳洲出台的销售数据不太理想 使得零售业以及银行股都出现了重大的下挫 最终大盘是下跌0.4% 收盘是收在5874点 中国股市在昨天同样大部分时间也是在下跌 幸亏是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得到了拉伸 回到前一天的收盘价 总体上来说虽然有轻微的上涨 但是幅度都是非常之少 比如说像上海方面 户指收盘是上涨0.06% 深圳方面则上涨大约是0.5% 但依然是在1万点以下 那么与亚洲股市一片惨淡相比 欧美股市却依然是红红火火 像欧洲方面 英、法、德三个国家 德国和法国继续在创新高 那么英国方面虽然是有轻微的下跌 但是幅度也是非常之少 继续是处在一个历史高位 美国股市也是一样 虽然标普和道琼斯有轻微的下跌 但是纳斯达克在苹果的带动之下 依然是刷着历史最高 除了股市以外 其他方面黄金价格昨天还是比较弱 目前是到了1215左右 对比1370的高位 目前足足是下跌 大约是百分之十几 同时油价也是下跌到目前的46元左右 所以说现在美元上涨的预期 所带来的影响还是非常之大 那么另外要提一下的是 在美国的中概股在昨天是普遍上涨 同时比特币价格目前突破了1700美元 那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说两点 一点是跟大家简单来解读一下 最新出台的澳洲联邦预算 以及再说一下昨天有关澳元暴跌的事情 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是在中国 但是由于高会的总部是处在澳洲 因此我们在澳洲本地也有非常多的华人客户 那么你既然处在澳洲 自然而然就会对澳洲本地的联邦预算 有所影响 有所敏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政策联邦预算 里面的一些细节将会影响到 在澳洲所有的华人客户们 我们帮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归纳 首先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联邦预算 总体上来说是增加赋税 也就是说增加税收来平衡政府的亏空 在税收上面增加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个是对于医疗税的增加 在未来两年 所有在澳洲交税的公民都会收取额外的0.5%的医疗税 第二步是我们知道海外投资者投资澳洲房产 会被收取这个叫做空置税 就是你的房子买了 如果不租出去的话就会被收税 那么其他方面 比如说在澳洲工作的朋友们 是申请的是工作签证 之后的雇主将会为你支付额外的费用 相信这部分费用最终还是会回到工作本人的身上 在其他方面好一些的方面 就是对于澳洲首次置业者 他们可以使用养老金 最多不超过三万美元来支付首付 其他方面跟我们绝大部分的投资者 就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总的来说 这一次的联邦预算 依然是以增加各种名义的税收 为主要的差别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这一次联邦预算保护的是澳洲本身公民的权益 注意并不是普通居民 而是享有澳洲国籍的公民权益 第二它其实是照顾到了一些弱势群体 比如说像首次治房 能够使用养老金的三万 或者说其他一些政策 都是偏向于中小弱势群体 那这个不得不说还是一个相对于 这个偏向于良心的预算方案 那在其他方面 我们还是很多听众朋友说到 昨天澳元下跌的问题 为什么昨天澳元已经这么低了 还会继续下跌100点 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昨天澳洲出台了一个关键性的数据 是零售业销售数据 这个数据为什么说它关键呢 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 绝大部分的经济是由第三产业贡献 也就是超过50%比例以上的GDP 是来自于第三产业 而第三产业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服务业 包括零售也好 包括金融也好 地产也好 都属于第三产业 那么零售业销售额的下降 也就意味着民众现在不愿意再多花钱 在消费上 那这个一旦趋势形成 或者说越来越不愿意花钱 那么对于未来商家来说 他们进货量就会越来越少 生产量也会减少 那么商家生产的少 自然就用不了这么多人 后面一系列来的 包括裁员啊 失业啊 社会保证啊 等等就会接踵而来 所以说呢 这个零售业销售数据 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众 是否愿意花钱的一个重要指标 那我们看到现在澳洲 其实说实话呢 经济也 也不算特别差 还可以啊 工资似乎也是在缓慢增长 失业率也没有这么高 那你说这钱 都到哪儿去了呢 毫无疑问 由于每个人的收入是固定的 因此 如果在一方面花得太多的话 那另一方面就没钱 那么最近我们都知道的是 由于为了打压这个房地产 过热啊 特别是对于投资房的利率 是不断的上升 平均澳洲人有投资房的呢 每一个月要多交贷款达三五百之多 不要少看了这三五百 这一边多付了三五百 那么在消费方面就会少支出三五百 所以说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个就像天平一样 一边砝码高 另一边砝码就会低 你要想牛马不吃草 又想它跑得快 这是不可能的事 在同样的这份收入之下 你想提高消费 同时要打压房地产 这个似乎在我看来 非常难以同时实现 那么现在毫无疑问 政府的目标就是 首先要压制住房产泡沫 通过不断提高 这个投资房产的成本 来使得民众呢 从原来的对于房地产期望值过高 逐步呢 让民众的期望值回归正常 换句话说 以前大家都觉得 这个放在房地产里面 闭着眼睛 躺着都能赚钱 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说 有了闲钱 谁会去消费呢 肯定还是往地产里投 那么一旦这个观念以后能够变成 不一定能赚 有可能会亏 在这种情况下呢 投进去的钱就会少一些 那这边花的少 那边就能花的多 所以说呢 我们知道现在的控制房价也好 或者说是这个现代也好 都是为了呢 把这边的让民众呢 不要再往里冲 希望呢 可以把这部分的钱 投到其他的产业 或者说其他的行业上去 那这个呢 就是昨天澳元下跌的一个主要原因 咱们知道澳元 其实每个国家的货币 都是代表其国家的经济 为什么澳元跟铁矿石息息相关 就是因为铁矿石的下跌 会拖累澳洲的经济 那么既然是货币代表着国家的经济 那么现在呢 这个消费降低 就意味着呢 经济有可能未来 是一个不利的信号 所以说 那民众在看到 投资者在看到了这个不利的信号之后 当然会去做空澳元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一个产品呢 是说的是油 就是石油 咱们知道这个石油 去年是一个明星产品 从27 暴涨到了55 但是我们看到呢 从大约是4月中 19号 20号 左右 油价呢 就从53块钱的高度是一路向下 在前天最低的时候 甚至去过了44块钱以下 那么在这么长的下跌过程中 没有一天出现重大的反弹 除了这个44 谈到这个46以外 那我要为什么说这个产品呢 由于它的下跌 时间较长 因此很有可能 在未来呢 有可能 现在还没有 有可能会突破关键线 出现一波反弹 所以说呢 任何一个下跌时间比较长的产品 我们都应该引起重视 因为你下跌时间越长 之后反弹的力度和强度 也就越大 所以油价我们可以以一小时平均线来估计 大约是在47块5毛到6毛钱之后 冲破了以后呢 预计会有一波较大的反弹 这个是美国油 大家可以重点参考 接着今天晚上我们注意的事件 是澳洲时间晚上10点钟 欧洲央行行长将会讲话 到12点30分 是美国每周一次的原油储量数据 到了明天早上7点钟 是新西兰央行的利率决议 因此呢 今天晚上10点钟 石油会有重大的波动 到了明天早上7点钟 与新西兰币相关的 或者说新元相关的产品 也会有重大变化 大家呢 如果要注意风险 可以避开这些时段交易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